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的造型很像一本缓缓打开的书一样 我们希望人可以走进去阅读这本书 也是一个阅读自我寻找自我的一趟旅程 这一座小小的屋外平底笔的书店 不要去破坏自然环境 很巧妙地融入在了整个小的一个湖区的一个环区里边 我觉得整个建筑它跟水域的关系应该是一个通透 轻盈 整个屋顶像是飘在水面上一样 建筑它的一个形态是一个缓缓的曲线的一个坡屋顶的一个形式 去呼应了川西民居的坡屋顶的一个语言 有点像这种榆林形的一个瓦片一样 鱼鳞状的这样的一个基礼 跟这个微风吹起眼形成的水河纹 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礼上的联统 使用者刚进入到书店 设置了两面盏墙 仿佛进入到一个艺术馆一样 可以让内心安静下来 再带着平静的内心 再进到整个中间的下层的阅读区 阅读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说这种行为 可以在整个空间里面都可以发生 整个书店其实是下沉在了水下一米五的这么一个高度 盐湖的一排座椅 这排座椅是可以提供给人在这阅读喝杯咖啡 出来休息 我们水里面的水草鱼有这样的一些呼应 阳光在不同的时间的角度色彩都在变化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种空间和自然 跟光的一种关系可以表达在设计里面 所以我们在朝东的一侧的墙面 做了大小故意的开工 通过光线的变化去感受时间的变化 同时室内的双曲面的吊顶 我们实现它其实是做了700多根不同曲率的 金属构建去模拟非常自然的 非常顺滑的这么一个双曲面 在室内也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 形成了一个无助的空间 所以大家在内部的感受是非常的干净 靠近背后这一侧界定成一个冥想区 其实它跟世界是有一个隔离的 我们希望可以跟自我有一个对话 这边墙我们做了一个西长的开口 当使用者在冥想区的内侧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条开口 趣味性地去探望室外的这一切 不管是去感受这个建筑也好 感受这个空间也好 还是去跟自然产生一个对话也好 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去找到 可以产生自我的思考 哪怕带来一点点启发 我觉得就够了 带来的时候 他们到晚的虚拂了 我们在这种层面 我们下期再见 更现实的 本人 你 你们 我 50 感谢观看